大家好啊 看着我是谁吗 金正恩 金正恩啊 金正恩 金大总统啊 今天要谈什么呢 今天咱们谈谈啊 不行啊 我自己都想笑啊 别笑啊 我今天谈一谈什么呢 我谈一谈啊 日本和韩国掐起来了 这日本呢 给韩国这个出口的这个 重要的商品啊 特别电子那几个重要的原配件 还有重要的一些原料 限额了 限定了 说是必须审核 然后是不是 禁止出口韩国 那韩国开始现在排日了 现在要抵制日货了 还是我之前说的啊 我之前说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 是因为啊 中美贸易战了 中美的贸易战 中国的稀土可以制约世界 是不是 中东有石油 中国有稀土 让第一大贸易国 和第二大贸易国 双方都克制起来了 那么日本 他手里的啊 他现在能制约韩国的 是什么 就是他手里的那些啊 晶片面板的这些原料 你看大鱼 是吧 中国美国大鱼 吃小鱼 吃谁 吃日本 日本呢 又吃虾米 吃谁 吃韩国 现在韩国手里一张牌没有 所以大家可以看啊 都说是中国人均GDP抵 韩国人均GDP高 但是你从这个事儿 你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人均GDP啊 是不是啊 是在什么 是在全世界 大家啊 协作分工啊 你人口少 你发展的早 这个基础是 但有一天啊 中美贸易战啊 所有的技术 大家是不是啊 各玩各的了 那就看出来 不是说你人均高 就很厉害 是什么 总量 你得总体在世界上 你得有影响力 像中国 美国这种大国 就完全可以掌握全世界 而像韩国这种小国家 你看见没有 日本对他一制裁 他没有任何反击手段 因为他 他韩国啊 台湾这些地区啊 他挣的钱 全是为了什么 全是从哪来 全是从人家那块进口了 人家能造的原料 然后他加工一道 然后卖出去 世界啊 很和平啊稳定啊 这个情况下可以 你可以赚到钱 你也可以说你是世界No.1 像台湾就说台湾No.1 韩国No.1 人均高 你可以瞧不起这些大国 但是这些大国啊 像中国日本 日本只能制约一下韩国 制约不了中国 因为中国手里的稀土 是供应全世界的啊 全世界 所有科科目类的工业体系 全部用中国稀土 所以中国才是最大的鱼啊 可以制约全世界 所以我说啊 像台湾呢 像韩国有些啊 你不要瞧不起中国 中国可以置你死地 现在啊 还是以和平发展啊 这个为前提 大家还不想搞搞纷争搞斗争 所以啊 大家合并共处我还卖你原料 但你看到了吧 有一天制约你不卖你原料 你知道结果了吧 你知道结果了吧 不卖你原料 你就什么 只能变成小虾米 韩国有可能未来啊 人均GP 还有它的韩币韩元啊 有可能继续走扁 台湾也是啊 如果中美贸易战 美国是不是啊 打地鼠吗 开始了 日本啊 半死不活 因为日本啊 必须讨好中国和美国 它能活着啊 必须讨好中国和美国 它能活着 因为日本手里多少 还有一张小牌 还有一点科技 但是啊 中国手里掐着资源 用资源换他这点小科技 咱们还可以继续交易 但像韩国 再像台湾这种 手里一张牌都没有 它纯粹是靠自己的什么 加工劳动力 这种东西出口的 这些国家以后 在世界上没有活路啊 谁都可以轻易的掐死他们 那么日本韩国啊 他俩互掐啊 根本原因 根本上原因 是因为中美贸易战 世界整个体系整个格局都要 未来啊 未来整个格局都要变成什么情况 都要都要变成这个 像我说的 全部要变成啊 就是啊 中美分家 分成两个体系 那么 日本人看到了啊 分成两个体系以后啊 分成两个体系以后 嗯 说白了就是 看谁里只有 是谁 牌嘛 中国可以打稀土牌 那全世界都得买账 日本没有稀土牌 打科技 就是他现在那种原材料 那就先打出来 给全世界看 让韩国也看 是不是 你看我手里也有一张小牌 虽然是什么 4个2 是不是啊 啊 4个8 不是不是网站吗 是不是 就4个2 4个2 你看看啊 大家也可以啊 这也算一张牌吧 好吧你可以买我稀土了 你这有牌 咱们来交换 这么一看 未来的趋势 像韩国 像台湾手里一张牌都没有的 或者只有那么几张可怜的啊 可怜的那么几个 是吧 4个5 是吧 3个6的那种 他啊 很可能在全世界未来啊 不占什么优势了啊 未来 所以国际分工以后啊 也慢慢的 是不是 比大小了 一个趋势 韩国和台湾未来 韩币 韩元和台币 未来是走贬的 这是一定了 他们未来 在国际分工领域 因为没有多少牌的啊 就算他现在有的那几个 是不是 也慢慢就被人 被人慢慢就赶上了 所以后续啊 后续小国家啊 将被全世界淘汰 那为啥金正恩呢 正恩 正恩同志呢 人正恩手里有高科技牌啊 原子弹呢 有原子弹 原子弹也是牌 你看现在韩国啊 他头几十年瞧不起人朝鲜 是不是啊 我很有钱 我很这很有钱 那很有钱 但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什么 虚幻的 虚无缥缈的一个框架之上 国防靠着美军 美军一旦撤手 这国家都可有可能保不住 那他所有的财产财富 归于零 所以他们现在所有的财富 都建立在海市蜃楼的基础上 那么科技 科技又靠上 你看刚才讲的 百分之九十一百分九十二 九十九都从日本进口的 加工一道 然后出口到全世界 科技上也是靠着外国 所以韩国这国家 我觉得是未来很危险的 而相反啊 金正恩的朝鲜啊 未来 随着东北亚整个整合 朝鲜要开始改革开放 朝鲜以他强大的啊 国防实力加上科技 未来会超越韩国 超越完全超越韩国 人均GP甚至比韩国高 因为北朝鲜啊 北朝鲜啊 他人口只有2100万 人口非常少啊 嗯 他只要辅助持一个 类似于三星啊 LG这种的公司 就可以把整个朝鲜啊 整个带起来 嗯 再有就是依靠着中国啊 除了中朝啊 双方的贸易俄也可以起来 还有一个 还他和俄罗斯关系也非常好 他的能源又能得到保障 啊 所以未来啊 一个正确运环以后啊 国防 科技啊 包括贸易上了以后 北朝鲜啊 未来是非常好的 主要是美国开始买北朝鲜 那个账了 现在美国啊 使尽一切办法要讨好北朝鲜 要跟北朝鲜交往 而韩国反过来 现在看韩国已经完蛋了啊 那说回了日本啊 日本日本现在是怎么说呢 他手里有科技牌啊 但是他科技牌只是这几个 呃 不是独一门的 所以现在一个全世界啊 现在全世界的一个风向就是说 呃 大家开往回收了 全世界科技往回收 就是说我的 是不是不能给你 你的也不要给我 你不能给我 所以大家都往回收 那么这样以后比的 就是谁手里拍多 谁手里的 是不是啊 有用的拍多 那这是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发展到最后 我就说了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最后那些虾米国啊 虾米地区 虾米国家 像台湾韩国这些虾米 呃 台湾也就剩一个台积电啊 其他就没有任何可以拿出手了 但台积电在三五年之内必 必然啊 被韩国被什么其他肯定要超越 韩国手里这些小牌 看到了吧 是日本一制裁 他马上他这些产业可能要完蛋 所以后来啊 未来全球的科技啊 还有这个高科技产业 特别是高科技这个面板啊 还有这个产业整个要重新一个整合 这个整合很可能让某些地区啊 某些国家像台湾韩国 呃 有个颠覆性的啊 有个颠覆性的啊 有个颠覆性的 整个成长一年重新颠覆性 那就是我之前说的啊 在一个长院上面 是不是啊 有些老鼠啊 长院上刚开始有很多包米啊 包米堆 包米这个包米堆 他可以藏着呢 一旦这个大乱啊 长院大乱 是不是啊 清理干净 他没地方藏了 他要藏到车轮底下 那么现在看着韩国和台湾就是车轮底的那两只小老鼠 马上要被踩死了 嗯 川普未来还会在全世界啊 大杀四方的啊 这个 这个杀人魔肯定是不会饶了这些小老鼠的啊 我还是那句话 你人均现在台湾天天拿人均说啊 比中国高多少高多少 我中国14亿人 现在人均都已经冲上来了 啊 再过五六年人均就要 甚至比台湾还要高了 你台湾现在还拿人均说话啊 你往后慢慢看 你的台湾的人均所得会越来越低 你的新台币会越来不值钱 韩国也一样 而且未来啊所有的天下大乱以后所有的资本所有的钱技术 钱那技术去哪啊 去那些 就说手里有真正王牌的地方 这就是聚集效应 全聚集在这几棵大树下面 这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聚集在大树下面 像金正恩啊 北朝鲜虽然不算大树 但是他能活命 因为他手里有核武器 而像中国这种大树手里有稀土牌 有高科技牌 有市场牌 会聚集大量的人钱物都会聚集到中国 这就是说未来是一个趋势 像那些偏远地区啊 像韩国啊 台湾这些地区啊 以后他手里任何牌都没有啊 像越南更是啊 他只是简单的啊 加工出口 这种地区以后会什么 被国际资本唾弃 因为保护不了自己 而像美国中国这种这两大市场啊 还有欧盟是不是 虽然欧盟不是特别稳定 但是他也算一个 就是有强大市场啊 有绝对的王牌的 这些地区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科技 会聚集到这 这就是一个红锡效应啊 这就是未来一个趋势 嗯 行 我也跟你讲个大概啊 这就是未来高科技发展的一个趋势 所以啊 现在可以看到啊 未来 未来中国发展啊 会越来越好 嗯 而像那个 现在已经发展的一些地区 他们自身啊 开始啊 要给自己定位了 就是我手里到底有什么牌 像日本这次打出这几张牌 都是要了韩国命的 所以啊 日本现在也开始给自己定位了 这是个好事啊 对中国来说是好事 小老鼠开始掐架了嘛 是不是 你们掐吧 你们掐的越欢 世界外面越乱 对中国越有利啊 越有利 资本也好 技术也好 肯定要寻求最稳定的地区 他们那边打起来了 中国啊 肯定要来中国 中国是最稳定的 中国是最稳定 甚至啊 就北朝鲜 北朝鲜甚至都比那些地区稳定 听明白我意思吧 资本要进来了啊 技术要进来了 资本和技术群就是稳定地区 所以天下大乱啊 大树底下就好成梁了啊 今天我说的 嗯 我这个金正恩其实 这么丑还挺像的啊 嗯 金正恩啊 是很有头脑的啊 很有头脑的啊 北朝鲜也是 所以啊 未来东北 东北发展 还有东北 地区的整个连片 和内陆 连成一片的这个经济区 距禁一带环渤海 少不了北朝鲜这张牌 这是我今天一个观察 一个分析 好了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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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